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然任嘉伦宠着的人估计只有他的老婆了吧 在这次他带着余淑欣一起去逛超市的时候 原本逛超市是件多么开心的事啊 女孩子们都懂的 必须得把超市都走一遍 然后顺带买点零食酸奶什么的 余淑欣的想法就跟我们是一样的 结果呢 他却一直在后面推着购物车 却不见任嘉伦给他买零食 当余淑欣想要买酸奶的时候 任嘉伦立马给他制止住了 说这些都没有必要买 需要买的东西才能直接买 不需要的就不要买 真的是好严格哦 让余淑欣都忍不住 小声说他特别的亲近持家 这个词用在任嘉伦的身上 真的是很到位了 但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也能说明任嘉伦是真的很不错的人呐 不会乱花钱 而且很有节制 也太适合一起过日子了吧 感觉他的老婆肯定超级幸福 又温柔又会过日子的男人 简直不要太有魅力了 由任嘉伦 白露等出演的一生仪式 才刚开机不久 该作品的路透照就被曝光 速度十分快 一经曝光 备受粉丝的喜爱和期望 可是任嘉伦的路透照 许多粉丝却不接受 针对他的浮化道和身材 进行激烈的探讨 也有粉丝调侃国超 回你的古装世界吧 一生仪式影视剧 由白露 任嘉伦等出演 是一部现代爱情电视剧 仪式剧别名 一生仪式美人谷 依据莫宝飞宝小说 一生仪式美人谷 改编而成 备受粉丝的期望 关键叙述的是女主石仪 是个温婉可人 为人处事不张扬的顶级配音员 和男主角的相逢 是在飞机场 两个人一起相投 简短的共处后 便对彼此之间留有深刻的记忆 和过去的青春偶像剧不一样 这一部 男女主的感情戏 没有那样犹豫 男主角的工作 还是促进 两个人感情发展的助攻 点点滴滴共处中 两个人默契满满 总体而言 是一部非常浪漫的青春偶像剧 尽管这一部剧 才刚开机不久 可是进展还是十分快的 最近更加频繁爆出路透照 备受粉丝的期望和喜爱 最先来看首张路透照 左边这张是两个人脱掉外衣以后 对戏的情况下拍下来的 人家伦穿的是白衬衣 加深灰色西裤 看上去就像霸道总裁 白露则是乳白色毛衣 加牛仔裤 简约的搭配 看上去简约讨人喜欢 右边这张则是两个人 拍摄过程中被拍下来的 衣着很厚羽绒服 演员还是十分辛苦的 这张路透照 则是两个人深情相拥的画面 涂上白露身穿乳白色的羽绒服 人家伦则是一身西服 总体看上去成效还是十分好的 现在的天气还算不上太冷 直接穿羽绒服上场 也是为难白露了 尽管两个人都很辛苦 但应对这种的路透照 粉丝却不接受 这次路透照 白露的造型设计 并没有引起哪里意义 反倒是人家伦的造型设计被调侃 有一部分粉丝表明 看上去有些土 没有原著中叙述的那种气场 整个人看上去土气感满满 甚至也有粉丝表明 国超啊 回古装世界吧 由此可见 粉丝对她的现代装 并非很看重 前不久 人家伦和行妃出演的 乌鸦小姐和蜥蜴先生 杀青不久 但是这一部剧的路透照 一样备受粉丝调侃 觉得人家伦的气场 不太适合言霸道总裁 也可能是服饰的问题 听说在剧里 人家伦还穿了增高鞋 这是粉丝怎么都想不通的事情 行飞的个子并不高 人家伦也不矮 这种操作令人迷惑 可是人家伦的古装扮相 确实比现代装要好得多 由人家伦和谭松韵出演的锦衣之下 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剧里的人家伦不论是眼神还是动作 都给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此你们怎么看 你们更喜欢她的古装扮相 还是现代装